各位同学好,我是凌文老师 今天我们看到经济学的文章讲的是 要从企业当中互相汲取经验 铺音,迪士尼,话说迪士尼家要开始查了 你不可以共享密码哦 当然呢,大家怎么从general electric 奇异电器能够学到经验 general这个字很多同学都搞不清楚 这个字就是通用的,一般的,大略的 所以,有没有看到这边收录下来 叫通用人工智慧 注意翻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法 那你自己要了解通用人工智慧什么概念 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这边还有个字叫tenure 对各位来说很陌生 你怎么保佑期保佑期呀 就代表说它的任职 我们要从它的任职当中呢,得取经验 代表说通用电器 真的是让我们知道其他公司该怎么做 哦,波音现在状况一直不成好 迪士尼目前也是在亏的当中 所以这篇文章我们要全部听一遍 同学们加油 在荧幕上你看到这么多的重点字 你的字典有这个功能 你的电脑有这个功能 但没有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都是林文老师自己一个一个慢慢修正 大量看文章整理出来的结果 所以你也不要期望人工智能会帮你找到 因为他也不知道要找什么 一对一上课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的重点 就像看医生一样 好,我们今天把这篇文章全部听一遍 同学们加油 不过如果各位同学想要观看后面的内容 你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跟林文老师呢 就是一对一上课 我就可以每一周给你看这些课程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直接买经济学院杂志的课程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再说一遍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你看荧幕上我已经讲解了2784篇 这代表简单吗?时间过了12年 就这么简单 时间过了12年才可以累积这么多篇的文章讲解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很快就要超过3000篇了 一对一跟买课程有什么差别呢? 一对一你会发现到 里面出现的单字会告诉你 它从哪个字变来的 你哪边RAW 哪边补强?很简单吗? 就像各位都知道一对一的课程 能够直接找到你的RAW点 譬如说如果你不知道 Recipient从哪个字变来的? 我就告诉你说哦他从Recipient这个单字变来 你就可以马上发现到 哦这个就是你可以了解你做笔记的地方 Strike我最喜欢问学生 你觉得他的过去是谁? 很多同学都会答错 会答成Stroke 对不起 Strike这个单字 它的变化有这么多 你就可以快速可以看到 所以林文龙是讲解的课程上面有QR码 欢迎可以直接找我上课 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内容 我再说一遍 一对一可以看到很多单字的讲解 如果是导读课程 每年费用3600块钱 重点是就是一个听一个故事 但是250个故事也够多了 等你找我上课咯 拜拜